Hello 大家好 在上次我們HKKTA的兩週年的Party裡面 我就提過在學習那裡 我們Talent Kids有運用到Gammification這個方式去學習 於是就收到有些朋友問我 寶姐姐究竟什麼是Gammification 所以我就今次特地拍這條片 去講解一下什麼是Gammification Gammification其實就是一種遊戲化的學習 在今時今日很多小朋友都會有打遊戲 甚至乎在學校都有用到一些遊戲化的方式去學習 當然玩遊戲去學習除了一個身體的玩遊戲 一個實體的遊戲之外 例如網上的學習都會有電子化的遊戲學習 例如今次疫情下 我們就嘗試和Talent Kids的一群我們叫大仔 即是一群高小和初中的小朋友這個組別 我們就有運用到Gammification 我們就採取了其中一個軟件裡的遊戲 叫做Time to Climb 其實這個遊戲就是一個好像問答遊戲一樣 但因為這個問答遊戲 我們事先就入了一些方法 以及入了一些問題 因為本身這個遊戲是會有一個計分的 小朋友只要在開始玩遊戲之前 他選擇一個角色 然後裡面就有計分 會有排行榜 以及在玩遊戲的時候 他們會有音效 以及有一個速度感 所以小朋友玩起來 他就特別投入 我們發現他在玩遊戲裡面 就算輸了也特別開心 當然啦 因為我們的遊戲不是只玩一次 他可以在下次裡面去追回 第二就是 因為本身這個遊戲來的 以及他們打遊戲裡面 根本打遊戲就是他有無數的挫敗在裡面 但是因為你挫敗 那些人就特別 Into the Flow 在那個Flow裡面 因為他想贏 他想拿分 他就會特別投入 以及不怕壞 就算遊戲過了 他也會再來一次 為了要超越這個層級 所以在玩遊戲裡面 他們會特別投入 當然啦 在我們運用在戲劇的學習 是怎樣用呢 因為本身學戲 我們都要去了解一個角色的人物 他那個角色的背景 他是誰 他幾多歲 他身處於哪個國家 什麼地方 他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他這一刻發生什麼事 他在什麼地方 現在究竟這件事 為什麼他要說這些話 又或者會引起他自己 有什麼反應 以及為什麼他會有這個感覺 諸如此類 這些東西 其實也可以去到最後 好像玩這個Gamification的遊戲 這樣 測試一下小朋友 測試一下他們究竟 在這個片段裡面 他學到多少 他理解了多少 這樣 因為玩完遊戲之後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assessment 那當然怎樣運用這個assessment 那我們的老師 通常就是會看回究竟 他有什麼地方 每個同學都會回答得很好 懂得回答 而有什麼地方 而普遍的同學 都原來是沒有理解這些問題的 那老師就會針對 一些同學還沒有理解的部分 之後就會再幫助小朋友去理解更多 好了 那我就說了很多 不如就看看接下來的這個片段 就是小朋友在Gamification裡面的其中一個遊戲 那看完這個遊戲之後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想問我們 或者跟我們分享 你也可以給一些comment 在comment欄裡面去留下 我們也可以討論一下 你怎麼會有什麼問題 我選到這個很強的 你先看完 你的小朋友在這邊 你先看完 我先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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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imechow 你搶了我的第三名位 哈哈 許文家 許文家 我箭底 現在最高分 這個指標 代表你是很敏銳 對我們之前的 角色和台詞 了解得很深